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越南有吃狗肉的食俗和渊源 但有一群越南兽医系的大学生 却自掏腰包 成立动物救援站 帮助遭气养 可能成为祖上肉的流浪猫狗 他们说加入救援 就是为了练习医术和爱护动物 但救援行动不易 不只曾反遭民众认为是偷狗贼外 救援站的开销也是庞大负担 邻里更因环境和噪音问题 不乐见他们继续收容动物 但这群学生在各方冲突中 仍然继续守护着猫狗 主张护身观念 手捧着脆弱小猫小心翼翼地进行治疗 像这样动物救援的画面你可能不陌生 但这一幕却是发生在吃狗肉时有所闻的越南 距离河内市中心约40分钟车程的郊外 一群越南农业学院受一系学生自掏腰包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处平房 因运河内动物救援站 这内动物有的遭人气养 有的更差点成为菜肴 我认为了一群学生自掏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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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与此的猫狗都有一段坎坷绅士 透过这群受益系学生的呵护 得以在这里逆转人生 救援站成员加入救援的动机 不外乎是为了练习医术 爱护动物这两个理由 受益系大四学生杜白雪表示 加入救援站一年 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课堂上的理论 应用于现场 有助未来从事受益工作 有助未来从事受益工作 sau khi sau một thời gian tham gia khoảng hơn một năm thì em cảm thấy là em học được rất nhiều điều từ trạm thứ nhất là về cách chăm sóc thứ hai là về cách điều trị các bé sau một thời gian thế thì bọn em ngoài những kiến thức đã học trên lớp mà bọn em được áp dụng trên lý thuyết trên thực hành này để mai sau có thể để phục vụ cho các bạn cho các bạn làm các bạn cho các bạn 商社記者陳佳倫 河內報導 它這次的電膠鏡就是長膠鏡 它是65公里 12Pro是52公里 所以就是有差 而且它的夜拍的部分 它的低光源可以提升了87% 所以你用12Pro Max 你在低光源拍照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不管是拍照或錄影也好 它的對焦粗度其實是蠻快的 另外你在錄影上面 因為它這次是做在感光元件的防震 你在手臂 你可以不用架任何的所謂的穩定器 腳架 你手持在錄影上面 其實我覺得它的防震 是可以達到比iPhone 12來得來更好 12 mini它的好處是夠輕 因為它133克 它的效能還有拍照 後面有廣角跟超廣角鏡頭 那超廣角鏡頭呢 你一樣也可以夜拍 其它的功能就跟iPhone 12都一模一樣 所以它沒有去閹割掉任何的功能 它唯一在連續看影片 它只能達到15小時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在於你喜歡行動 不會拿它來一直來打遊戲 我覺得以這樣子的單手手握感來講 iPhone 12 mini 其實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重點是它在全部的iPhone 12 這個全系列 它是最便宜的 只要在Facebook搜尋關鍵字 中央社全球視野 或是掃描QR Code就能找到 我們將持續為您推薦 國內外最夯的新聞時事 歡迎按讚追蹤分享 讓全球視野打開你的視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台灣職業籃球聯盟Plus League 將於12月19號開打 日前舉行記者會 執行長陳建舟與台北富邦勇士 新竹工程師、桃園領航員、寶島夢想家 四對教練和球員共同出席 陳建舟也公布了元年口號 是時候了 他說讓大家等了20年真的太久了 你看20年來 當然比我更有能力的 或更多資源的人大有人在 可是沒有去做 原因就是你想到要 這麼多事情要去處理會煩 我甚至就是覺得會惹麻煩就不做 可是我也覺得台灣球迷 還有台灣球員 值得一個更好的舞台 P家聯盟元年大家都在看 各隊總教練坦言壓力不小 但其萬化壓力為助力打出成績 我們跟壓力也合作很久了 因為我們當教練的一定都有壓力 那如果克服壓力 然後能夠讓壓力成為我們的助力吧 然後讓我們繼續成長 或許對人家對我們工程師會有一些質疑 那我相信我們這一群人代表的是工程師跟PV 一個永遠不放棄的精神 那我們會繼續努力做到最好 陳建周坦言 P家聯盟今年五月籌劃出奇 包括周遭好朋友 有九成以上的人都不看好 但他經過五個月每天早出晚歸的走訪溝通 終於打造出P家聯盟 希望帶給社會正向動力 那在熱身賽當下 你看到全場球迷 然後有很多都是爸爸媽媽帶的小孩來看球 然後看到球員在場上那個認真的態度 我就覺得這一切都值得 陳建周也公布了聯盟賽制及規章 彩星雙洋獎 也允許各隊有一名外籍生和華裔球員 薪資部分承諾為球員爭取更好的薪資 目標三年內定出球隊薪資上下線 不符規定者將有罰則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 龍不安台北報導 台灣和美國定於20號召開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雙方期待加強交流合作 不過卻引來中國反對 從中國外交部到國務院國台辦 都藉由11號的例行記者會 嚴此反對美台官方往來 那麼民進黨當局斜陽自重打著經濟 商業的幌子同美國來發展關係 只會陷入進一步任由美方宰割的境地 只會損害台灣同胞的利益 台美將經濟對話結合實體與視訊形式 在華府和台北兩地同時舉行 總統蔡英文藉著出席工業節慶祝大會的場合 勤勉雙方經濟對話有助加強台灣產業競爭力 這不僅是台美關係的進展 也是產業界朋友的機會 未來在全球經濟戰略夥伴的關係中 結合彼此的優勢 進行更緊密更全面的合作 台灣的產業必然會更有競爭力 台美經濟對話台灣方面由經濟部次長 陳正錡率團前往華府與會 他表示政府的目的是跟美國建立更深化 高層的經濟夥伴關係 不限於過去單純的貿易談判討論 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戰略很有幫助 外交部長吳釗謝則表示 相信台美經濟對話獲得台灣跨黨派肯定 美方也樂於見到台美有更多經濟合作 雙方未來一定有更穩固的合作基礎 中央社綜合報導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將於明年1月20號入主白宮 成為美國第46位總統 外交政策備受關注 拜登曾任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的副手 上任後幾位外交團隊主力要角 也將沿用歐巴馬時代的官員 一般預料拜登不會逆轉川普的抗中政策 但他將捨棄川普的單邊外交 尋求國際共同合作對抗中國 力道上應會有所放緩 拜登曾指出 俄羅斯是美國首要威脅 中國則是最大競爭者 是一敵一友的關係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以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家華 我們再會 請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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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